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片土地的主人在1983年的时候原本打算在这里建一座大楼 然而日本政府却提出要在这里建设一条高速公路 经过长达五年的谈判 双方终于各自做出了一定的妥协 大楼召见 但是要留出三层楼的空隙 让高速公路横穿过去 于是1988年的时候 高速公路跟大楼同时动工 并于1992年正式竣工 因此便有了如今的门塔大厦 为了拿下这个钉子户 政府没少操心 除了给高速公路安装隔音设施 还颁布修改了一系列法律 有网友表示 这个政府可真是算得上是人民的好公仆了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